Supreme Moto A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每週聊新聞的單元 就在今天的早上 其實台灣有舉辦一場2023年度的 Gentlemen Ride 紳士陸騎的活動 然後我記得除了台北場次之外 我記得好像在台中也有車友發起這樣子 活動的流程 對我記得他們現在好像每年 就是北中南好像都會有 對就是進行一個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動 用各地區域在串聯這樣子 那他主要就是關心一些男性疾病 那你可以參加之外 你可以捐款去他們那個基金會 那這個活動 你參加這麼多間你有捐過款嗎 我當然沒有啊對不對 我自在參加好不好 這個捐款就留給其他更有能力的人 你覺得這個小弟我能力不足 就太窮了 都可以買得起重機也沒有能力捐個 我跟你講我就是因為 難怪你這個走出去外面 就會被什麼公車逼車啊 不然就是在什麼 散跟人家吵架 沒有我跟你講 跟人家減線啊之類的 如果我有預算的話 我會先把我的CV1100換成鋼絲框的版本 六檔鋼絲框的版本 我就不會繼續騎那個鋁框的CV1100 所以你有錢換車 但你沒有錢捐一點點小錢出來給 那個你參加這個這麼帥活動的這種 你知道 欸不是啊 付款 欸不是啊 這個換車比較合理嗎 假白 你這樣是不是一個假白文青 你就只想要去帥 然後不想要付出 嗯哼 對啊 大家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禮拜的新聞 好啦來看一下本週熱門新聞 第三名吧 哎呀剛剛才在說我自己的車子啊 可以有圓的話我就要換成六檔鋼絲框的版本 欸我覺得直接換台R90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確定你負擔的起動 我就說我有錢的話嗎 做夢的感覺啊 對不對 那你還是早點睡吧 就跟你的SV650你也可以換這個啊 你的SV650 SV650只是一個純預算型的考量買的 你看他比我更沒信仰 比我更沒信仰的人出現 我想要的車現在就還真的就買不起 對啊你看我們真的是兩個窮酸仔 開始在跟大家講買車的建議嘛 好啦來看一下新的R1290啊 這其實就是一台如果你喜歡圓燈復古 經典機械車的話 你應該會對過往BMW的R90非常的著迷啊 像我自己我就蠻喜歡的 那招牌的水平對我引擎外加這個圓燈 還有鋼絲框的配置 然後其實整台車配備給的還不錯 像在前面還有倒立式前叉之類的 那作為BMW90週年的紀念車款 欸其實R90很屌 R902013年就發表 到2023年才進行了一次算是比較有感一點的改款 對但其實他中間推出了蠻多 就是各種不同風格的衍生車款 對像我印象比較深刻 他有Urban GS嗎 對就是你說有點像大鳥圖 這種白色圖中的那一款 我覺得那個車款算是他所有的家族裡面 除了Screamberger之外 我個人還蠻最喜歡的一個造型 另外還有就是像Screamberger 其實我個人也覺得還蠻帥的 因為Screamberger他是鋼絲框 然後有一個上繞式的排氣框 看起來比較特別一點 那其實R90就像他剛剛講的 其實R90過往在這10年間 有蠻多衍生的版本 那另外還有像是Pure版 他搭載一個單表 然後前後都是就是 你為什麼要特別提Pure版 因為跟你的車一樣是裝鋼絲框 裝第一階的那種感覺的鋼絲 對反正哪有 他就是一個不同的感覺好不好 明明就是不同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裝鋼絲的這種經典街車到底好不好看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味道就有一點點怪怪的 有點像是你知道去點了一杯那種 咖啡廣場 對咖啡廣場的那種 去星巴克喝的那種感覺 是這樣子嗎 就是在星巴克點了一個 咖啡廣場的冠狀咖啡 波蘭咖啡 好啦我覺得他們這一次的這個命名方式 個人我覺得是 我蠻想吐槽他的 因為他的名字變很複雜 以前R90聽起來就很霸氣 因為其實R90非常的簡單 R就是B&W他們那個經典街車的車系名字 那90其實就是他們90週年的時候 90的諧音啦 沒錯 那就非常具有一個經典 然後經典傳承的歷史意義 那這一次到了R1290之後 他其實他就講了他12就是他排氣量的意思 是 但我覺得這樣唸起來就有一點太冗長了 就是你第一時間看到這名字 你不會聯想到 就是他那個經典的原人街車的造型 對 所以在R12的時候你會想 這是什麼 這是他們家R18的縮小版嗎 有一點這種感覺 你會有一點 頓時之間也會有一點錯嗎 其實他也有提到R18 因為他說他們現在全新的命名規則 像R18他就是排氣量的意思 那現在R12也是這樣經典傳承的感覺 不過接下來我要吐槽的東西 跟你也有一點點像 首先這次R19他推出只是一個 算前導預告的概念 那其實車子會在2023年的第三機或第四機 會有更多的詳細規格流出 所以包含現在 他們雖然說12是他排氣量的意思 不過BMW他們官方也沒有證實說 他的排氣量會不會真正的增加到1200cc 因為現行款BMW R19 他的排氣量其實是1170cc 那他會不會做一些小幅度的增加 這一點我們不太確定 另外在外觀上面其實也進行那些微整形 像是油箱的部分 他整個油箱變得比較方比較大一點 看起來比較霸氣 除此之外整台車的風格 我覺得跟現行的R19就差不多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 就是他們官方釋出官圖 我覺得這車看起來有一種 好像哪裡有改 但又好像看不出來改改的感覺 就會讓你覺得有一點點困惑 他到底是改了些什麼地方 我們那邊仔細拿新舊版的圖 那邊對比很久才能夠看出 這邊有小改一點那邊有小改一點 其實我覺得比較大的改變就是油箱 那我覺得這樣子也很棒 而且我覺得他油箱改了之後 整台車變得更復古一點 因為其實在舊R19的時期 他整個油箱是比較圓潤 比較戰鬥感一點的 不過這次到了 比較圓潤的時候看起來比較古典一點 可是他現在變得有一點像是那種 介於就是復古車跟運動截車之間的那種 可是你回想一下有一些老款的BMW 他的油箱其實是做的比較方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是啦可是那個比較方的樣子 還是會讓人家覺得他看起來比較 尤其是他現在這個線條 其實還是比較偏向 就是很像貼兩塊油箱貼的那邊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金屬法師紋的那個 有點像油箱貼的感覺 會讓我一直覺得 他好像是一台很運動的階層 哦 了解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這種很本格派的復古玩家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整台車依舊維持 跟改款前差不多的 那種很墊的感覺 沒有被魔改成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些復古車 很怕你推出下一代之後 他為了要變現大一點 然後他就整個就歪掉了 在這台RTF-90上面並沒有這樣子的狀況出現 那其實你剛才有講到 他們這台R90當初是為了90週年的時候 那所以現在對他們來說 又過了10年是不是剛好100 對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BMW M-Power那邊 就有蠻多100週年的慶祝活動出現 那為什麼他這台車不直接叫R100之類的 對啊 我也這麼覺得 我其實心中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不這樣子 而且他就把RTF-90 裡面整個就變得很像1290 他現在是KTM嘛 你會知道哪有那些吐槽過的哏來 對啊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他整台車還是維持了一個相對蠻有老味 然後又給你一種比較新穎現代感的感覺 對 我覺得這樣子的產品 目前在市場上面算是比較稀少一點 因為畢竟像是我本田代表 CB1100已經停產了 另外像是Kawasaki 他們倒是有W800再換車 還是非常的固定 不過你看像是YAMAHA那邊SR400停產 現在就只剩比較現代化的XSR系列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 所以我覺得BMW這款車的市場上面 依然是有非常大吸引力 那在外加這個品牌 其實這個整個加上去之後 整台車真的是蠻令人蠻想入手的 對 就是價格上面比較不好入手 對 就是差在價格上面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台復古的這種經典截車 或者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好啦 如果要我選 現在市場上要你選一台這種復古截車 不限預算你會選哪一台 不限預算要選哪一台 有點難想我想一下 可能還是會選凱旋的產品吧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凱旋的那種 比較就是質感比較好的那種感覺 雖然BMW也不錯 但是我一直都對他們水平對我從剛剛以前 沒什麼感覺 凱旋的質感真的是另外一種 不同的詮釋方式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繼續選CB1100吧 因為我覺得有四缸氣能 這個獨特性是蠻好 就是氣冷車難免好不好 氣冷車難免 對 像養過氣冷車都知道 買凱旋就沒這個問題 你看水冷座像氣冷外觀一樣 這一點還蠻加分的 對 凱旋也不錯 凱旋Z也覺得蠻香的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本週熱門新聞 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YAMAHA Y16ZR限量塗裝榜 海外發表 這個彎梁車我還蠻意外的 上禮拜我們在板上發文的時候 結果這類的車款進來引起了 許多網友的討論跟關注 應該說這種車真的在台灣比較少見 所以大家看到 就可能覺得這還蠻新奇的 是真的 因為這種車說真的 我覺得他長得還蠻帥氣的 我個人覺得還蠻帥的 你是不是想說這種車看起來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高級 因為沒有主要是彎梁車的輪胎 看起來比較窄 所以他會給我一種看起來 就是比較像以前看到 在鄉下看到阿公阿嬤一起 驚旺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 對 然後加上他的造型又比較特別 結果你會有一種 這東西是 為什麼要做成這個樣子 而且可能還有一個點 你心裡面可能還有一個想法 是你沒有說出來 就是過往這種車 就是在東南亞非常的盛起 你是不是心裡面就覺得說 這個車在東南亞就是比較 沒有他給我的感覺 不是說他是那種 比較開發中國家的交通工具 而是他的造型看起來 就會讓人家覺得 這車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會有一種 發生什麼事的那種感覺 不過我覺得現在進入到2023年 這樣子的彎梁車款 除了在東南亞當地 有非常多的賽事在舉辦 然後他們玩的蠻認真之外 其實現在彎梁車他們的配備 他們的引擎動力輸出 整個都非常的亮 是 其實這個Y16Z 大家如果之前對彎梁車 有稍微了解的話 其實他已經是熱賣過 在東南亞熱賣蠻久的一段時間 他用的引擎動力 其實也跟我們非常熟悉 就是R45 V3 V4的那顆 E55CC的VVX水冷彈感 這個用料非常好 用料比我們的進階還要高級 我們是不是沒資格追人家 沒有我們也是有 沒有這是150級距的 所以你看我們也是有150級距 你看像FORCE2.0 也是用同課引擎的 是沒錯 不過這整台車看起來 就是比較熱血一點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12吋速克達 相比的話 應該說他雖然用 他還是用了17吋的輪胎 所以你看起來視覺上 就會覺得運動感比較強烈一點 其實我實際去研究 他前後輪的胎寬的比例 我發現他其實前後輪用的輪胎 非常的窄 他前面是用90 然後70還是多少的輪胎 反正就是90寬 90寬度大家如果沒概念的話 就是跟我自己的愛將 是一樣的規格 然後他後面用的也才120而已 所以都是非常窄的輪胎 那相對起台灣的R15系列 R15往前就比他 就好像就比他寬了 好像差不多快 110然後後面我記得是140 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真的是 輪胎上面視覺上面看起來 真的是比較讓人家覺得 好像有點像以前那種 就是一個腳踏車的感覺 很像腳踏車那種感覺 就是腳踏車上面裝防曬車客 對對對 那這一次其實他們推出 新的這個名字有點難唸 這應該是多瑟 Tech Art 我唸的不太標準 對 反正他就是弄出了一個 還蠻特別的塗裝 然後搭配上的輪框顏色 也是我們之前在MT系列上面看過 這個輪框非常的熟悉 就在MT03跟07上面都有看到 這個有點類似 Tiffany藍的感覺的輪框 對對對 那他們這一次在這個車身上面 就做了這種比較有點像 現代藝術感的這種塗上去 但我個人看了之後 我馬上想到一個東西 哦你那有跟我講下面應該會大家會有一種感覺 對我蠻看到這個我就想到以前 就是有在抽煙的人就會知道 這個七星有一個塗裝的包裝上面 就是做這個類似這種顏色的設計 我是覺得這個顏色搭在這車上面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啦 就是給我一種有點像是 因為YAMA他們過往幾年 他們在推MTC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這大賽我們的JAPAN的那種感覺 對一個暗黑的感覺 對有一種那種科技加上這種黑暗的這種感覺 那這顏色其實就有做到那種比較像科技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非常棒的引擎動力 還有他很特別的外型之外 還有一點是我 就是因為我過往對彎梁車的了解都沒有那麼多 對我是這一次才知道 因為他是需要打檔的 哦對啊彎梁車一直來都是打檔 所以他會讓你覺得他很奇怪 就是他有一個速可拉的外型 然後加上一個很鮮瘦的檔車的骨架 對然後他還要打檔 對然後他又不兼具任何實用性 就是他有點是結合速可達跟檔車的缺點 那這樣子的車我幹嘛不買速可達或我幹嘛不買純檔車就好 所以這就回歸到他們的東南亞 因為他們可能路況比較差 但實際上他們到發展到就是演化成到現在這個比較運動的版本之後 你會覺得說他前後搭載這個懸吊架這個輪胎 舒適性應該也不會好到哪一區 對好有點尷尬 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這個產品真的還蠻特別 有點沒辦法理解他背後的設計思維在什麼 或許有在東南亞那邊生活的就是一些網友可以回答一下我們這個問題 還是你們路真的就是現在還是很爛還是需要前後17吋 我好奇的是你騎這個比較運動的彎梁車真的有比較舒服嗎 因為如果說真的你要舒服的話 應該還是這種就是比較常形成懸吊 或者是你的輪胎設計 對或者是像金旺那樣子的車款 對相對來說會比較舒服 好那我們最後也來聊聊一下這台限量特試版的車款 那他其實在海外地區 他們是總共用限量5000台的方式發售 那他的售價在馬來西亞我查到價格是11818塊 馬來西亞的單位叫令吉 那換算成台幣大概是8.1萬左右 所以其實你看這車在東南亞他們當地市場賣 價格也不是說太便宜 對真的 跟我們台灣你可能看到類似 Deforce那些再便宜一點點而已 對可是這個我覺得8.1萬對於他們當地的售價 就是算稍微就是有一點點價位 不是那種每個人都買得起的國民車款 畢竟你想要我們如果是不要看馬來西亞 或是看什麼印度那些地方 你看那個什麼CP35才賣多少錢 真的CP35也真的很像 所以這車的價格真的是相對來說 是真的是一個比較高單價的產品 好最後我們就來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Kawasaki四缸仿晒新車6月6號預告發表 好我覺得Kawasaki真的非常的厲害 你看我們前陣子才坐在這邊吐槽 想說怎麼可能會有人出什麼 4缸400cc的仿晒 這不可能出現啊 結果Kawasaki就推出了 然後推出了4R之後 你看現在又搞一個6R想要可能想要改款 對我覺得他們這一次應該是改款6R沒有錯 因為根據之前就是在預告片之前出來之前 他們美國媒體就已經在美國的EPA 就是類似他們的建立單位的資料庫 有發現了說他們其實有註冊了兩個新的ZX6R的新型號 對那這兩個新型號出來之後 他們有幾種推測有可能是 因為說實話如果你只是要延續之前的就是 改革換貼紙的話 對他其實不太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他流出了這個新型號 他們外媒裁測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是他有可能會推出新車 然後新車裡面會分成這種有ABS跟ABS的設計 或者是他有可能會推出這個ZX6R跟ZX6R兩個版本 我覺得這個就蠻有趣的 因為在美國當地他們可能比較低階的車款 或比較入門的車款 那麼的確會沒有ABS 所以好像也合理 那如果他要分6R跟6RR好像也不是不無可能 因為在ZX4R就有分4R跟4RR 那10R的部分也有類似這種高低階版本的區分 不過我覺得有個問題 如果他都要分6R跟6RR了 現在6R的配備已經很好了 那他要降級出一個比較簡配的版本 還是他要在高階出一個 應該說不用啊 因為他們RR本來就是比較針對對應賽事而出的產品 所以他有可能會是一個你看像10R他也就只是10RR他也就是看起來比較素 完全就是一個 有啦他引擎的部分有做一些工 他只要稍微去調一下引擎 他需要去降配備你知道嗎 他只要去增加就好 對我覺得這樣綜合考量之下 我覺得他如果在出標準版跟RR版的話 RR版可能就是針對動力上面他會做一些提升 不過配備可能兩台車的配備應該會是一樣 應該會是一樣啊 但你剛才講到動力的部分 他其實在動力部分 這一次有在他們美國的EPA文件裡面有曝光 是 那比較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就是他馬力上面其實實際上被縮減了 其實他現行款的是127HP 然後在13500轉的時候爆發 那新的文件上面透過他們降成了122HP 然後在13000轉的時候爆發 所以馬力等於少了5HP 然後轉速也降低了500轉 是不過就是大家不用太擔心啊 反正這怎麼降開始降5P而已嘛 對比那個降到80幾P的來講 這個就哎呦 有沒有偷臭粉填這很壞 這樣子不行 既然台灣應該就是馬力部分 絕對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數字啊 對 台灣會有台灣特地 台灣的玩法 台規的這個馬力數據出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也不太需要太擔心啊 那另外假設你真的是在國外的網友 那說不定你也有 他們一定有一些你知道透過改裝方式 能夠讓馬力再更強 這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覺得會比較尷尬 就是你想現在120P的車 120P的四缸 然後是600幾G的防曬 對上這個現在雙缸最大都已經做到100 甚至大概100 你看ATM、RC、8C甚至都已經130幾P了 所以我覺得未來就是並列四缸的610G 到底會不會繼續有人做 就是一個蠻值得深思的問題 對而且會不會你看我們的下一代 他可能都一接觸就是雙缸車 他們騎雙缸車就騎的很習慣 應該說現在你不用到下一代 你現在現在在玩車的年輕人 他們可能從什麼你像MT07 沒有你從R15開始玩 R15玩上來換R3或者4 然後再上來就變什麼R7、TUNO RS0660 所以他一路上來其實就都是並列雙 只是這個電火角度不同而已 對這樣一路玩上來真的會最後可能真的要選四缸的時候 四缸變成幾乎沒有產品 所以以後你看我們現在聽長輩們講說 欸你說有騎過二行程欸 以後就變成我們跟那些屁孩 應該說你就算真的這樣循序漸進的升級上來 你要買到四缸車的選擇 也會相對來說變少 對 你現在中輛級你要真的很戰鬥的 就可能比較偏戰鬥可能就只能下CBR650R 然後你知道網上就跳很大一間 那價格落差就很大 對而且CBR650R 還是被大家比較歸類在街跑車的領域裡面 你要找純種的仿賽 你看就在600級距已經幾乎都消失了 幾乎都消失了 你只能下什麼再網上可能就是什麼Triple R S1000RR 其實只剩高階車還會用四缸眼鏡 或者是你要買二手車 就是變成買什麼舊的 就是末代版的R6 或者是R1 但那個價格跟這些就是三十幾萬新車 四十萬新車 雙缸新車 對還是落差蠻大的 對 所以我在猜就是應該說 我在覺得Kawasaki這一次能夠去更新這個6R 其實也是一個蠻有勇氣的事情 真的 因為畢竟你看全世界其他 他至少同門的日系的這些車廠 很多都已經幾乎放棄這段市場 已經沒車可以買了 就變成他們只經營賽道上面的玩家而已 你如果是接到要用的玩家 他幾乎已經不 就叫你去買雙缸了 就叫你去買雙缸車 你看像600RR也幾乎就是 介於一個有跟沒有之間 600RR現在雖然他有改款 可是他販售的國家非常少 你知道你要買到這個新車數量 然後阿魯600早就已經不見了 對阿魯600不見了 YAMAHA剩賽道 R6也只能賽道 剩RAID SPACE 你要買就真的只剩下一些歐洲車 像是Pankei V2 可是V2的排線量又有高一點點 Pankei V2已經等於是 Pankei V2已經幾乎等於 就是你去買一台 就是Triple R的感覺 對沒錯 然後Datona就更不用講 Datona也是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所以真的說實話 這個600級距雖然說 這幾年好像有這種中心之項 但是是在變業雙鋼的部分 那四缸車真的是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這次真的不要錯過 雖然我不知道台灣會不會接 對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四缸仿賽的話 現在趕快買 因為改天全部都填產光了 沒有車可以買的時候 你的車就是 稀有存在 現在不就已經在漲了嗎 現在有6R 真的是蠻好的 其實他們這一次的預告片上面 他們說6月6號會有發表會 除了可能會改款的6R之外 他們其實總共在美國市場要發16款新車 對不過他的16款新車 是有包含什麼沙灘車 WOB4那種車款 是那除了我們看到的6R之外 他們其實在預告的建議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美式皇牌的這台 Eliminit 對德國賓400 還有KLX300 還有什麼KX450之類 就是一些滑海越野車 我覺得跟大家比較關心的 可能就是Eliminit什麼時候會導入台灣販售 那根據最近做夢的感覺 這個車引進台灣的機率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如同大家想像 你看Rebel 500都躺著賣了 台七怎麼可能不來吃一下 這個德國賓的大盤 我以為你要說什麼很勁爆的 你講這個什麼 我怕不行啦 太五秒了啦 直接預告說6月6號台灣就上市 那他講的 那不是我講的 所以大家不知道 期不期待新的ZX-6R發表 或者是你期待他有哪些改款 除了這個德國賓之外 我個人是比較期待KLX300 不知道會做什麼改款 沒有啦我覺得他應該就是新年式的更新這樣子而已 蠻無聊的 對對對應該就是這樣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